圣主慈悲,万人大方,缓云发度,仁爱无量。 圣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所创造的万物,仁爱慈祥。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平安,圣父平安。 今天的读经语是从米凯亚先之书,一开始就是上主求你拿起墓葬,墓放你的殖民。 是一种祈祷。 里面,米凯亚他祈求天主要圣免犹太人所犯的罪过。 要祈求天主把犹太人的邪恶用脚踏碎丢到投入海底里。 他祈求天主宽恕。 我们时常犯罪,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祈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人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罪圣父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连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请大家祈祷 天主 天主 你借着圣事 使我们在现世就得上天上的神位 求你祝有我们上度圣洁的生活 引导我们 直到你所居住的光辉灿烂的天庭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米开亚先知书 上主 求你拿起墓障 墓放你的子民 孤独地居留在草莽中 在庭园间 做你积业的羊群 让他们在巴桑和基勒阿德 获得豢养 像从前一样 上主 让我们见到奇迹 像你处于世的日子 像你出离埃及的日子一样 哪个神明能与你相比 你赦免罪恶 宽佑移民的过错 不长久怀怀怒 反而喜爱仁慈 你必定再次怜悯我们 把我们的邪恶 用脚踏碎 把我们一切的罪过 投入海底 你必按照 你从前向我们祖先 所发的事 对雅各表示信实 对雅巴郎施行仁慈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赋予仁爱宽恕 上主赋予仁爱宽恕 我的心灵请歌颂上主 我的舞内 请赞美祂的圣名 我的心灵请歌颂上主 不要忘记祂的一切恩宠 上主赋予仁爱宽恕 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行 治愈了你的各种病症 他救你脱离阴间 给你加上仁爱和慈悲的荣观 上主赋予仁爱宽恕 他绝不长期责问 也不会永远气愤 我们犯罪 他没有惩罚我们 我们作孽 他没有报复我们 上主赋予仁爱宽恕 天离地有多么高 他的慈爱 对敬畏他的人 也多么深厚 东离西有多么远 他使罪过 离开我们 也多么遥远 上主赋予仁爱宽恕 借多远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借多远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我要起身到我父那里去 我赞颂惟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若愿光荣惟你 那时候 众随务员和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巴利塞人和经士们纷纷议论说 这个人交解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说 某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爸爸 请把我赢得的那份家产给我吧 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了 过了不多几天 小儿子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他在那里黄荫度日 浪费了他的钱财 他把所有的都汇霍进了以后 那地方正遇上了大黄年 他就穷困潦倒 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把猪吃的豆豉 拿来冲击 可是没有人给他 他自己反省说 我父亲有那么多工人 都口粮丰富 我竟在这里饿死 我要起身 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了 把我当作工人看待吧 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 他还在远处的时候 他父亲就看见了他 动了怜悯的心 跑过去 抱住他的脖子 热情地亲吻他 儿子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你们快拿出最好的袍子 给他穿上 给他戴上戒指 穿上鞋 把那只肥牛犊前来摘掉 让我们一起吃喝欢乐吧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的 他们就唤愿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 听见咒乐和歌舞的声音 就叫一个仆人过来 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仆人对他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无恙回来 便给他摘了那只肥牛犊 那儿子就生气 不肯进去 他的父亲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 让我同我的朋友们一同欢乐 但是你这个儿子 你这个儿子和长羁们在一起 耗尽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却为他摘了那只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孩子 你想和我在一起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 死而复生 死而复得 我们应当欢乐 请主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在你 大家平安 全国平安 在德国有一个智慧家 他每年会在德国的国家音乐厅 有一些音乐的表演 那每年就是同样的 有一个音乐家他所做的曲 就是比较沮丧的 那他就每年就把这个应该是八D minor 那个曲目 在每年在国家音乐厅那边演奏 那他就是 就是这样的 每年去做到了25年 25年每年都重复这样的那个曲目 那第25年的时候 有记者就来访问他 说你没有觉得很无聊吗 每年每年就是要演奏这个很沮丧的这个曲目 那你有什么感想呢 他就说 我每次要上台的时候 我就在门口 我站一下 以后我就问问我自己 也是告诉我自己 今天可能有一个人是第一次 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听到今天的音乐 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呈现出来 他在听 他在听 听了一刻 他在说 也今天可能是在场的 可能有一个人 今天就是他最后一次来听音乐 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最好的要呈现给他 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福音 我想我们都听过了 我们再读一次 我们就觉得这么无聊 每次我们要读这个 我够了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可以背 我可以把这个故事在梦中再说一遍 但是可能也有人是第一次听到 可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也没关系 也不一定说我们要今天我们停的就是最后一次 不一定 但是我们在听这个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我们是深深的被天主所爱 我们是深深的被天主所爱 天主忘记我们的罪过 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就来向父亲就说 爸爸请把我赢得的财产分给我 他犯了一个错误 是什么错误 第一 爸爸还活着 爸爸还活着 按照他们的那个风俗习惯 爸爸死了以后 爸爸的财产分给孩子 最大的 他要得到 二分之三 三分之二 最小的得到三分之一 但是现在呢 爸爸还活着 他来向爸爸说 请把我赢得的财产分给我 换一句话来说 爸爸我希望你今天死吧 所以这样的做法 真的是这个小儿子好像是不懂事 他犯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第二个 他犯了另外一个 就是说他跟他弟弟 本来他们两个可以在一起 可以经营这一块地 但是他从那时候 他说把我赢得的是分给我 那另外一个是留给 不是他弟弟 是他哥哥 另外一个是留给哥哥 意思说我跟哥哥 现在我们要分开了 我们就毫无关系了 我们毫无关系了 所以最后的我们听到哥哥 他的心态 他不承认这个为他弟弟 是因为弟弟本身 他已经做了这件事 他已经把他跟哥哥的关系 已经分开了 所以他就这样的 那爸爸爸爸他一听到了 我们一半人的心应该是怎么样的 你在讲什么 不 我不会给你 但是爸爸还是 虽然心可能痛 但是他还是把财产分两块 分两边 分两半不是两半 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 分以后就给了这个小弟弟 那这个小儿子他是怎么样 因为是土地 那这个土地应该是怎么样 他要走了 他一定把这个土地要卖掉了 这个很可惜 能有这个土地 这个是不简单 那现在就把这块土地要卖掉了 他拿到钱放在口袋 不久他就离开了 拜拜了 我跟你们 我跟我们这个家庭 现在毫无关系了 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有钱的时候是怎么样 有钱的时候 一整年好像是 那个全职的放假 好像是在过年的放假的时期 可以去散花了 可以什么的吃喝了 过不久就被 就体重增加了 他就是这样的 过他的生活 但是没有钱的时候 因为钱 不会像植物 它会生长以后 它会结更多的钱 不是 你用完了钱就没了 没钱的时候是怎么样 朋友们就没了 庆祝也没了 音乐也没了 跳舞舞蹈也没了 他度的是什么生活 就是孤独的生活 痛苦的生活 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 就是那时候 就是黄年 大黄年 要去哪里工作 也应该是很不顺利 到最后 他就看到了 就是放猪 他就来放猪 犹太人 来放猪 是猪 是不解的动物 但是他还愿意去放猪 跟主一起分享主生下的那个度假 这个意思说 他真的是失去了他自己做人 他自己人性的准严 就是在那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他就想起他的父亲 父家有这么多的工人 但是他们有足够的食粮给吃 而我在这里这么痛苦 我想这个小儿子 他的好事在哪里 他懂得放行 我们犯罪 但是犯罪之后 我们也懂得放行 我们要懂得 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 也做出一个决定 要回家 那他要回家的时候 他就准备了一些演讲 他回家的时候 在爸爸面前 他要给爸爸讲了一些 父亲告诉我们的有三句 爸爸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第二句 我不配得当做你的儿子 第三 把我当做你的工人 他准备了 他可能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不断的练习 爸爸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得当做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你的工人 爸爸 我得罪了 这一路上 他就在那里练习 回到家 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 爸爸 说那个儿子 还很远的时候 爸爸就看见他了 爸爸看见他了 以后爸爸就知道 这个远远的那边回来的 就是我的儿子 这个很奇怪 真的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儿子 他已经离开爸爸 他离开爸爸的时候 他应该是强壮的 一个年轻人走出去 以后到了那边 什么什么食物都没有 以后跟猪一起过生活 他应该是肮脏的 应该是很瘦的 回家的时候 可能晚着要回家 当时爸爸认出 肮脏的那个 晚要回来的 就是我的儿子 就是我的儿子 所以爸爸就起身 跑过去 被犹太人 一个老伯伯 在路上跑 为了他的儿子 这个是丢脸的事 他失去他的军连 好像失去他的军连 那时候当他跑出去 跑向他的儿子的时候 在场有多少人 看见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这个老爸爸 他心中应该说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只要我的儿子回来 这个我开心了 他是跑过去 以后呢 他一跑过去的时候 爸爸就给孩子 抱起来 来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 给他一个亲吻 福音描述的 就是爸爸的态度 而这个小儿子呢 他看到爸爸的时候 他开心吗 他也跑过来吗 福音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到最后 我们就听到的 儿子就想爸爸说了 他已经背了 这个言说了 他要讲了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的当做你的儿子 第三句话 他还没有说的时候 爸爸就说算了 你不用再说了 第三句话 他没有说 爸爸就说够了 你回来够了 我不要把你当做我的工人 你还是我的儿子 他就吩咐 吩咐他的仆人 把袍子 长袍给他穿 把戒指给他戴 鞋子给他戴 这个很特别 很特别 人要工作的时候 他要穿长袍吗 不 他不会穿长袍 人要工作的时候 就是一块布 要塑在他的腰 以后不会戴鞋子 因为这个手就是要去工作的时候 鞋子也是一样的 但是给他穿长袍 鞋子 这个还不够 还命令他们说 把牛要摘了 但是不是随便的牛 那一只肥毒 那个肥牛 就是那一只 特别的这个牛 要把他杀了 要庆祝 只要我们悔改 我们犯罪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要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就变了 好 那个大儿子就回来了 一会儿在那边 就跟那个爸爸 就在那边讲 爸爸就离开这个的缘席 变成在缘席上 缘席场里面的 谁是主人 爸爸现在离开家了 因为大儿子在外面 不肯进去 爸爸就在那边要劝他 但是里面的 就是这个小儿子 长的 穿的 长袍子 有鞋子 有鞋子 坐在那里 坐主人 坐主人 我们的福音就在这里就结束了 爸爸在外面 跟大儿子都在外面 在里面 就是小儿子 回来 穿的 这样的一幅的时候 所以从这里就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回来 看起来 好像我们不只是要成为 他的儿子而已 好像是小国王一样 小国王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好消息 天主爱我们 爱我们 我们犯了罪 我们离开了天主 有多远 有多长的时间 只要我们愿意 回到天主身边 他会接纳我们 你是好人 你是坏人 但是如果你懂得悔改 回到天主身边 天主给你 深深的拥抱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今天的祈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端如福音的散播 主 愿意与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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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祖玛利亚 与众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尊师切得爱慰者圣神 倾助于我们 请一切信用而信用 求赐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善志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或者你来对你祈祷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圣主是我的母者 我什么都不觉吧 他答应到我睡在多早的雨上 阿为阳国的灵魂 他答应到我走上正义的道路 总是我走过了四因的游户 我也不害怕灾难 因为你同我在一起 圣主是我的母者 我什么都不全凡 阿呼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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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